觀眾朋友好 歡迎來到希望之聲的國際風雲節目 我是李源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半個中國被水淹 洪災後有更大災難緊隨 李尚福可能真出事了美國國防部罕見的與中共外交官會談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警告說 戰爭正在回到俄羅斯 知情人士報內幕 博彩大亨被逼當特務在遭中共誘捕 命難保 下面是今天的詳細內容 中國多地出現洪災 尤其是在中共當局的操作下 天災演變成了人禍 而洪災過後極有可能緊隨更大的災難 近日 不只是經經濟 中國東北多地也暴雨成災 據週四中國氣象預報 8月份東北三省的降雨量可能增加50% 同時 颱風卡農預計週五逼近中國浙江和福建 中國正面臨更多的暴風與天氣 可以說半個中國都泡在水中 一位水利部門的官員週四告訴中共官媒 河北桌州是受災最嚴重的地方 為了分泄洪水 河北已經陸續啟用7處蓄洪區 洪水可能需要一個月才能退去 8月3日 大陸網友發布桌州泄洪後的狀況 水深8、9米 最深達12米 洪水已經接近高速公路上方的標示牌 據中共官媒報導 當地政府和應急管理官員已經停止接受其他地方的新救援隊 理由是通道受阻 缺乏統一協調 增加了安全隱患 黨媒新聞週刊網8月2日報導 外地救援隊需要當地開邀請函 但政府的公章被水沖跑了 找不到了 網上有很多求救信息顯示 很多受災地區居民被困在家中 電力和飲用水被切斷 手機信號中斷 救援十分困難 而對災民來說 更大的災難也即將來臨 古話常說 大災之後有大疫 強降雨過後 伴隨高溫高湿的天氣 極易發生疫病流行 8月2日 北京衛健委發布疫情週報 第30週全市共報告法定傳染病17種4686例 死亡3例 報告病例數居前5位的病種依次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手足口病 感染性腹瀉病 病毒性肝炎和酶毒 較前一週有所增多 新冠病毒持續排名第一 對於水災過後容易發生疫病流行的原因 地方疾控說 一方面 洪水的構成比較複雜 洪水中會有大量來自下水道 化糞池 養殖場的污水 有時還會有來自醫院生物實驗室的污水 會隨著洪水的沖刷而散播到人群中 另一方面 洪水過後 遍地的水坑也容易滋生蚊蟲 動物屍體各種垃圾的存在 也為蒼蠅等媒介生物的繁衍 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大量媒介生物的存在 為瘧疾 登革熱 荔劑等傳染病的發生創造了條件 雖然每隔幾年中國就會發生大型水災 但中共政府並不重視當局依然縱容基礎建築 公共設施的偷工減料 官方數據顯示 中國654個主要城市中 大約有98%容易發生洪水和內澇 而北京在2012年發生的暴雨洪災 釀成79人死亡 但官方並沒有學到教訓 在德國的水力專家王維洛對大紀元說 中共治理災害向來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在海河流域 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建水庫 把水給攔起來 結果海河沒有水了 海水沿著海河的河道往天津倒灌 中央政府就急了 修了一個海河閘 1958年修海河閘花了很多錢 把海河和渤海阻斷了 就沒有水流進渤海 到了1963年 一場大洪水導致海河流域上的東川口水庫潰壩了 多少人喪生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完全公布 毛澤東馬上批示要根治海河 讓海河的水流進渤海 大概挖了8條入海的河 但挖了這麼多河老天不下雨了 新挖的河床挖得很深 使得河北地區的地下水就降到新河的河床之下 淺層的地下水沒了 又導致另外的問題 王維洛總結說 海河的發展歷史就是一個共產黨狂妄的與天鬥與地鬥的歷史 王維洛還表示 說本次降雨是140年以來最大的降雨 這是官方推卸責任 這樣說就完全變成自然災害了 中共外交部長 火箭軍司令等高官接連下臺 在此敏感時刻 美國國防部近日罕見地繞開中共軍方 與中共外交部舉行高層會談 引發關注 美國國防部週三表示 五角大樓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拉特納 和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州司司長楊濤展開會談 討論的重點是 加強與澳洲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防務關係 並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五角大樓發言人麥納斯中校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拉特納在會談中還強調了維持美中之間開放的軍事交流渠道的問題 根據新前的報導 楊濤也在華盛頓與美國國務院 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和白宮國安會 中國與臺灣事務資深主任貝瀾舉行了工作磋商 這是中美防長對話破局之後 雙方罕見地舉行與安全有關的對話 由於美中關係持續緊張 白宮認為 為了避免雙方因為誤判而引發軍事衝突 雙方有必要保持軍事層面的溝通 但中共軍方長時間切斷了和美軍的交流對話 此前遭到美方制裁的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拒絕了奧斯汀在峰會期間會面的要求 兩國國防部長只是握手 沒有進行任何實質性交流 因此 美國國防部8月2日與中共外交部舉行的高層會談被認為是極其罕見的 近期 中共軍方出現人員清洗 高層變動劇烈 引發外界對中南海權鬥的關注 中共軍方日前發布法案 要求倒查2017年10月以來的違規裝備採購招標 而李尚福在2017年9月至2022年期間一直擔任裝備發展部部長 有猜測認為 習近平這次對軍隊倒查6年的做法 可能會有更多軍方高官遭到整肅 不排除會波及到李尚福 俄羅斯軍方3日表示 俄羅斯防空系統在莫斯科郊外擊落了7架烏克蘭無人機 最近幾週 俄羅斯本土遭遇一系列類似襲擊事件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警告說 戰爭正在回到俄羅斯 莫斯科西南卡盧加州長沙普沙在Telegram上寫道 今晚 6架試圖穿越卡盧加地區的無人機被防空系統擊落 第7架無人機在白天被擊落 人員和基礎設施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俄羅斯國防部聲稱 要挫敗基附政權企圖對該地區發動的恐怖襲擊 目前 烏克蘭當局沒有聲稱對這一輪襲擊事件負責 俄羅斯本土正在遭受越來越多無人機的襲擊 俄國獨立媒體表示 莫斯科地區在過去3個月遭到28次無人機襲擊 其中有12次導致房屋和政府設施受損 《華爾街日報》援引海軍分析中心無人機專家本戴特的話報導說 新一輪襲擊可能是烏克蘭在探測俄羅斯防空系統 為數十架無人機從多個方向不同角度向莫斯科集結的大規模襲擊做準備 澤林斯基的顧問波多利亞克8月1日表示 莫斯科正在迅速習慣一場全面戰爭 目前 隨著烏克蘭近幾州反攻力度的加大 他對包括莫斯科在內的俄羅斯領土的打擊也隨之加大 7月30日 澤林斯基表示 烏克蘭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 戰爭正逐漸回到俄羅斯領土 這是自然的 不可避免且絕對攻行的 烏克蘭空軍發言人伊納特表示 現在戰爭正在影響那些對戰爭不關心的人 無論俄羅斯當局如何視而不見 並聲稱他們已經攔截了一切 但確實有東西被擊中了 最近 莫斯科及其周邊地區遭遇的襲擊浪潮表明 烏克蘭軍方部署無人機的目的不僅僅是偵查 還試圖將戰爭帶回俄羅斯本土 下面是本臺記者李慧的採訪報導 被昭安城中共特務的博彩大亨 蛇至江與中共深度合作5年後 遭到中共誘捕 現在被關押在泰國監獄 知情人8月2日向希望之聲爆料有關 蛇至江與中共合作 以及中共利用有影響力的海外華僑借一帶一路之名殖民他國的內幕 現年41歲的蛇至江 少年時家裡很窮 14歲開始就四處打工 2004年左右 他到菲律賓 靠開設網路博彩起家 2014年 中共對其發出通緝令 指其非法開設網路賭博 並向中國人銷售 不當獲利至少20多億元人民幣 此後 蛇至江逃亡到海外 繼續在菲律賓經營賭場和色情生意 2017年 他落戶緬甸 成立亞太國際控股集團 該公司於香港註冊 8月1日 一位曾經和蛇至江一起在泰國坐牢的知情人告訴希望之聲 蛇至江開始是靠開賭場開妓院起家 後來在緬甸亞太新城的主要業務是賭場 IT 農業 娛樂 影視等 蛇至江之所以被扣上電炸和活摘人體器官的罪名 是因為他與中共鬧翻了 中共要對其進行報復 知情人爆料稱 2017年前 中共國安找到蛇至江 以2014年的通緝令為條件 表示只要和他們合作便可以把蛇至江的案底消除掉 並且還會得到好處 2017年 蛇至江加入了中共國安 此後 蛇至江果然可以自由地出入中國 並頻頻地與中共省部級官員公開接觸 2017年9月 中共派許容貌聯繫蛇至江 讓他做代理去緬甸發展 在此之前 蛇至江並沒有碰過房地產 許容貌是中共的一個正部級幹部 在他的帶領下 蛇至江和他與緬甸方簽署合同 拿到了120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是亞太城項目 知情人說 是中央給了他的這個命令 讓他去做這個代理 一個是他有資本 有錢 因為那個時候他已經有幾十家這個 什麼水療會所 還有四家堵城 但是他並沒有說是往緬甸發展 但是只不過是由國安系統給他通知 讓他去做這個省 亞太城主要投資人也不是他 是中共 中共的中企二十局集團 中共的西安建工 中共的中防集團 這三家壟斷了 但是所有的工程也最終包給他們 就是左手倒右手 錢也他們自己賺走 通通還要洗一下錢 同時共產黨還落了一塊根據地 建設之初 亞太新城是作為一帶一路的合作項目 在中國和相關國家還做了聲勢浩大的宣傳 知情人指出 亞太新城對中共來說非常重要 蛇至江和中共合作期間 中共派出四名國安特務控制他 中共是想讓他成為一個傀儡的代理人 但是蛇至江想把亞太城整個拿下來 由他完全控制 他事實上已經做到了 知情人說 當年8月 泰國王氏杜拉曾經親自邀請蛇至江到曼谷參加晚宴 晚宴後 近來了十多個泰國警察和中共國安抓捕了蛇至江 目前蛇至江被關押在泰國 他正在尋求避免被遣送回中國 但知情人認為 目前沒有力量能夠介入蛇至江的案件和中共抗衡 他一定會被中共殺死的 知情人認為 中共大力推廣一帶一路的目的 其實主要就是做殖民和經濟殖民 亞太新城對中共來說太重要了 是整個一帶一路鏈條上的一環 如果失去 那麼中間就斷了一個環節 所以中共一定會除去蛇至江 他說 斯里蘭卡港口已經簽署合同 已經99年了 那也就是他最成功的案例 第二成功的案例就是亞太城 但是現在對共產黨來講 就是完全失敗的 如果他被送回中國 槍斃掉到 但真實由於股權關係 還有等等之類的 其實是控制在中共手上的 那麼實際控制也回到中共手裡 所以中共無論如何都要把蛇至江搞掉 因為只有搞掉它 他們那個目的才能達到 前官員們都撞到自己兜裡了 很開心 亞太城也落到政府的手裡 賬也不用查了 但是如果說現在亞太城沒了 這個賬就要查一查了 你們錢怎麼花的 怎麼搞的 都到哪去了 那這有很多人是要掉腦袋的 知情人稱 蛇至江被抓後 中共控制輿論 將緬甸KK員電信詐騙的髒水泼到蛇至江的身上 目的是要將它置於死地 但實際上 蛇至江和KK員沒有關係 因為他有個習慣 他要做的事情是不允許別人和他競爭的 如果他要做詐騙 就一定不會有KK員的存在 到目前 希望之聲對知情人爆料的內容無法進行獨立的核實 觀眾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聞內容 關於今天的新聞 您有什麼想法呢?歡迎您在評論區留言 最後也拜託您捐款給希望之聲媒體集團 希望之聲是美國聯邦政府核准的非營利組織 所有的捐款都可以獲得免稅 感謝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們下次再見